在鱼龙混在的娱乐圈中,明星们的感情总是那么的不堪一击,很多时候他们的爱情都逃不过七年职养,甚至有的明星刚刚结婚几个月就和平分手了。 而在圈中明星这样结婚再婚的现象,大家已经是屡见不清了,毕竟圈中充满着太多的诱惑,在拍戏的时候都会产生感情。 然而在圈中有这样一位女星,她在三年的时间内结婚两次,她就是我们的女神张心意。 当年张心意在园圆路上十分的火爆,受到了大家的热捧,而当年清纯的张心意,爱上了已经有家世的王志飞,而两人当时是一见钟情,并且爱得水深火热。 之后,王志飞为了张心意抛弃了自己的发妻。 不过在王志飞与发妻离婚之后,张心意与王志飞之间的感情,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恩爱了,反而慢慢地走向了分手边缘,最后,两人还是没有饶过七年之痒,最终以性格不可分手了。 而分手之后,张心意与大了自己十一岁的岛,饮阳树和火速闪关在一起,而结婚之后,可能是张心意更加的向往王爷,之后,两人闪迷了。 不过,缘分总是造化弄人,其实当年在杨茜茜之后,两人闪迷了。